隐身在港口彩色屋中的找到幸福咖啡店 是由基隆出生并成长的泰雅族原住民吴新敏一手创办 吴新敏所设计的餐点不仅包含了洗食概念 使用格外品进行餐点的制作 也结合了原住民及基隆在地特色食材 打造出几具个人特点的料理 会选择回到基隆做餐饮业是 因为我想说要离我自己家乡近一点 我们这个山的后面是有一个都会型的原住民聚落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在这边开店 然后未来有需要的话可以帮助到部落的了 那新鲜的丑蔬果格外品 我有另外在跟一个单位购买 他们不定期都会告诉我们说有哪些农产 他们要销售哪些有机的格外品 吴新敏在减少农品浪费的过程中 除了使用筹锅筹书 也曾帮助部落进行格外农品的销售 于今年也开展将农品制成加工品放在店内使用的计划 两年前有帮我在山上的叔叔啊 卖丑蔬果 他还是一样很甜美 然后非常好吃 只是他外观有一些凹凹凸凸的地方 然后我那时候为这一批水果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上帝给的吃亭 其实销路蛮好的 那想说有一个合作方式就是把他们的农产品加工变成果干或者是果酱 然后在我们的店里面实际运用这样子 吴新敏也尝试与基隆在地供生活的客源 于是利用咖啡店临近港口的优势将余货使用进餐点中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默默无名的地方 然后突然大家都知道要来这边消费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思考了一件事情是 我开了这一间店我必须要与在地的人共好 我要创造一个跟每一个人都比较好 跟大家可以一起发展一起好下去的产品 找到幸福宣导永续环保有机友善以及在地共生的概念 无论是在农品还是渔获的食用上 吴新敏都遵循这些理念 我们今年季节好 空气、太阳、水都很充足 我们农产品就会很好 那渔船也是我今天买了渔获长什么样子 我就出什么样子 我不会去选说我这个东西一定要特别的长相 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个季节该吃的东西的长相大小 大概是这个样子